捷運車站的進出閘門旁 一家三口才要去月台 只見一名灰衣女子突然靠近 接著有揮手的動作 當下家長嚇得趕緊抱著小孩閃躲 也把嬰兒車往後推 因為他們不曉得 眼前這名女子 還有什麼其他的危險動作 閘票口前其實能感覺到 有一個女性 陌生女性 用一個很強力的注視感 在看著我 那其實就已經感覺到 那個氛圍是很奇怪的 這一位女子就突然衝過來 然後做一些抓扯跟推擠的動作 那市長想要去抓寶寶 回廠當時的經過 許先生還是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時妻子先去廁所 他就注意到女子的行為有些詭異 事後立刻報案 警方也趕快趕過來 警方大廈告訴女子 家長要追究 請對方好好配合 女子才拿出證件 事後被依設為法法辦 事件發生在21號下午 接近5點 地點在捷運松江南京捷運站 捷運警察隊統計 今年到8月為止 總共有19件傷害案件 這位供給的女性原來在我們當下 案發之前的一兩個小時 也已經在別的超商有做出相同的行為 家長說 事後他們才曉得 女子也是警方正在找了對象 幸好這回機警沒讓寶寶受傷 也提醒其他乘客要注意他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